在9月1日推出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在昨晚完成了第一星期的檢測工作 截至昨晚8點 在網上登記預約檢測的人數共是119萬7千人 但大家昨晚都很好奇問 為何有第二個數字 這麼碰巧也是119萬7千人 第二個119萬7千人 就是在過去7天親身去到我們的社區檢測中心進行採養的市民 其中按著預約去到這些中心的是96萬1千人 而是沒有在網上預約即場登記 或者我們英文叫walk-in的市民是23萬6千人 那麼這兩組數字加起來又真是很巧 都是一個119萬7千人的數字 但今次在網上預約 然後按著預約的時間 去了中心接受採養的百分比非常之高 是92% 那麼在這裡我對於市民的積極響應和全面配合 是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跟著這幾天 我們在偏配配額給人在網上登記的時候 已經是預了更加多些的空間 還有能力給更加多的市民 可以無需預約去到中心接受採養 那麼在這裡我都鼓勵 也是歡迎還未登記去接受採養的市民 是可以無需登記去選擇你喜歡的中心 無論是在你居住的地方附近 或者是你工作經過的地方的中心 是進去登記接受採養 尤其是一些整個家庭去 有人關心有沒有人濫用這個檢測的服務 重複登記 就是說它是做過多過一次的 總的人數是1,500 佔在120萬接受採養是一個非常之小的百分比 我們也不想認為這1,500位市民是濫用的 可能有種種的原因 它經過了幾天 發覺自己可能是接觸過一些比較高危的群組 或者又聽到確診的個案在某個地方出現 它又想去接受一個檢測 所以這個我們也不覺得是一個大的問題來的 到目前為止 透過我們這個普及社區檢測 能夠可以找到的確診個案 一共是16宗